天下为公 我们穷也过过 富也过过 普通人可以成为统治者 西方政治哲学 从古到今几千年 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让什么样的人来统治 比如是专业的 有这种治国能力的人 还是说道德很高尚 比如哲学王这样一个圣人来统治 那么或者是由一个人 由君主来统治 还是少数人贵族 还是说大多数的人 民主制度 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选择统治者 政治权利的分配是非常难的 你想大家你要得权利 我要损失权利 这是很难达到平衡的一件事情 那么政治权利的斗争 归根结底 最根本的手段是暴力 对吧 但是毕竟我们人类是一个文明的物种 我们不能容许那种不断反复上演的那种暴力的冲突 那种流血的事件 那么人类就需要选择某种方式 用某种技术手段来解决这种 只能用暴力来解决的这种权利分配的问题 那么说白了 这种技术手段就是一种制度 那么从古到今 解决这个政治权利分配的制度 有非常非常多的类型 但是大体上归结起来有几个比较主要的类型 第一种是最常见的 从古到今都常见的 血缘 通过权利斗争 稳定下来的格局 通过血缘的继承 把它给稳定下来 达到一定的均衡状态 那么比如先秦的中国 其他各大文明古代时期 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方式呢 毫无疑问是相对比较低级的嘛 那么更高级一点的方式 就比如说西方近代制度的这种建立 随着这个欧洲的这种近代化工业化 建立了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多党竞争 这种竞争性选举 宪政 三权分立 这样一套 这个政治制度 那么这套制度它来源在哪呢 来源产生于这个中世纪末期 和近代初期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国家 比如像维尼斯拉 像弗洛伦萨这些国家 他们产生了一种就是 由商人控制的 或者一些这个金融家族控制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这种模式和今天西方的这种代仪制 或者叫宣政制度非常像的 那么这是第二种模式 这种模式呢 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到今天为止呢 也是人类历史上达到的 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肯定是有的 我认为中国古代 就是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式 靠什么呢 我们把需要流血竞争 来争夺的这样的政治权利 那么把它转化为知识 由知识的竞争代替了权力的竞争 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么说到用知识来转换政治权力 它有不同的渠道 你比如最早的统治者会选拔一些优秀的年轻的有知识的人到自己身边来帮自己治理国家 你比如说这个先秦时期战国的这种养士对吧 战国四君子都会养很多的这种士人 然后还有比如像这个到汉朝汉武帝会多次下诏书要求这个举贤粮 这些人到了这个宫廷里边充斥在这个权力的周边 那么这些人呢 他本身没有很强的法律地位 历史上宦官也没有法律地位 但是宦官有时候能够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 就是说知识阶层填充到权力的空间里面 本身他就能够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 但是这是非常初级非常原始的一种形态 慢慢呢 这种东西制度化产生了什么呢 就产生了一种制衡的一种制度 也就是在汉朝逐渐成熟起来的 通过这个建构一套强大的儒家意识形态 然后在皇权的上边给他加了一个这个紧箍咒吧 相当于就是用儒家的这套观念 对皇权进行制约 但是真正这套制度成熟起来 是靠着从汉的这种举荐制 到隋唐逐渐成熟起来的科举制 通过这套制度 说白了就是说人无分老幼 第五分南北 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 你能读得起书 你愿意去学习 最后你能够凭着一经 不管你读你修春秋经也好 还是到宋以后的四书五经也好 你可以靠着一种客观性知识的平等竞争 来加入统治精英集团 那么从举荐到科举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就相对比较好的解决了选拔统治者的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解决了我最开始提出的西方政治哲学思考的谁来统治 让什么样的人来统治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制度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就是中国主要的政治制度的核心支柱 那么后世我们在反思的时候会认为 我们中国2000年的这种封建专制 长期停滞 这种历史周期 这种叫超稳定结构 我们经常是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 但你换一个角度来讲 比起当时世界上其他的文明 不断的陷入到崩溃战争 这种混乱状态 无政府状态 那么中国的这种状态 它一个朝代能够持续个100年200年的这种稳定 实际上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生产关系条件下 它是达成了一种某种均衡 这种均衡在政治里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中国历史的这种停滞 你换一个角度看 恰恰是因为它的成熟 所以在这个启蒙运动时期 欧洲人最早接触到中国的这套政治制度 对他们来讲是超乎想象的一种制度 非常辉煌的一种成就 福尔泰就认为 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 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呢 不需要依赖于愚昧和宗教 它能够让普通人可以成为统治者 他认为这是当时最完美的一个制度 后来因为欧洲的兴起 欧洲需要寻找一种文化自信 那么像这个孟德斯鳩这样的人 他在后期在这个论法的精神里边 开始给中国贴上一个标签 认为你是叫东方专制主义 你是专制国家 那么包括欧洲19世纪的历史主义 包括到这个黑格尔的哲学 逐渐逐渐地把中国给解构 成一种就是你是一种 一种循环的历史 甚至就没有历史 他虽然对中国的制度 抱着这样批评的态度 但是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 政治制度的建立 毫无疑问都是建立在 中国传统的这种官僚政治制度的 这个基石之上的 你像英国法国他的文官制度 毫无疑问是借鉴中国的这种 科举官僚这套政治智慧 那么包括美国在建国之后 他其实最开始是没有很成熟的制度建构的 但是到了1883年 美国的彭德尔顿法国会通过了之后 建立了这种公务员制度 就是说今天的美国 实际和建国时候的美国 也是很不一样的 他的政治制度里边 有很多是借鉴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些智慧 而且客观的讲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 直到今天都没有达到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这种公共性的高度 为什么 你比如美国的公务员制度 到今天他在副部级以上 是不属于公务员的 他叫政务官 他官员的任命 主要是一种任命制 不需要受到什么德能 勤级连各方面的考核 那么我们就回来探讨一个问题 欧洲产生的这种 将权力转化为财富 财富的竞争 金钱的竞争 这样一种制度 和中国产生的这种 把权力转化成 支持的竞争的 这样一种制度 哪个更好 当然我相信是各有利弊的 比如说对于促进创新 促进这种资本 商业工业化的发展 肯定他的制度更好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 从社会平等 从政治稳定 从社会的总体福利来讲 可能中国的制度 有自己的更大的优势 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就是说拿知识和金钱 来转化政治权利 那么首先 第一点 知识他的传播的边际效应 是非常低的 如果我有100万 那么我要分给别人50万 我就只剩50万了 但是我肚子里装了一部春秋经 我要交给别人 我的春秋经还在 所以知识呢 它一旦有合适的条件 它可以迅速的 这种平面化的传播 那么第二个比较呢 就是从获得门槛来讲 那么金钱的获得需要机遇 需要很多的这种 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么知识的获得呢 只需要基本的智力 基本的一些物质条件 需要你基本的这种努力 就可以获得 那么第三个 就是说从继承性上来讲 财富是基本上 可以完全继承的 但是知识是没有办法继承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 这种以知识为权利资源的 这样一种制度 它比以金钱为权利资源 这样的制度 它更容易导向一个 越来越平等的社会 所以事实上 我们看中国历史 从秦汉以后 我们的社会是朝着 越来越平等 越来越平面化的方向发展 那么欧洲的社会呢 它在近代 短期的实现平等之后 现在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 开始重新的 向这种不平等 向这种世袭化 向这种财富的继承 权利的继承去转化 不能说这里边没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那么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呢 它有很多的弊端 那么其实还有第四种模式 这在历史上是很新的一种模式 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这种 官僚制度的一些智慧 比如通过客观的方式来选择统治者 然后维持这个国家的一定的公共性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政治性的标准 就是要维持我们这个国家的 我们这个政党的人民性 所以它采取的一个方式 比中国古代制度要更加直接 比如说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们由人民来直接的接管支持 然后再对人民进行教育 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教育革命 让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 各个行业的人都能够加入到 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阶层里边来 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人民的统治 这样一种非常新的国家的形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